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也是上海对口支援日喀泽的第27年,徐会艺术馆历经两年时间精心筹备,妙像幻彩画进入微。 西藏日喀泽地区13至15世纪壁画专题展于2021年11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进入展览现场,整墙的壁画扑面而来,令人叹为观止。 为了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徐会艺术馆特地还原呈现了白居四吉祥多门塔第二层第16间,除静态展示大面积壁画图像外,徐会艺术馆还将展厅二楼打造成了一个富有机械美感的多维艺术空间,通过壁画图像、装置模型、多媒体技术等方式,对古老壁画进行二次创作,打造了费那其境交互装置。 镜像空间折射等装置,在展厅中还切割出一个小区域,打造成了白盒子,用来放置一本独一无二的图册,再配上在日喀则现场收录的声音,让观众在充满仪式感的氛围中与壁画相遇。 虽然徐会艺术馆已经尽力将所有精彩作品进行收录,但很遗憾有一幅被誉为经典制作的壁画作品因特殊状况无法展出。 半般无奈之下,策展人亲自绘制了这幅壁画的线稿,铺满整面展墙,拆分成了11乘以11厘米的局部,正好是520份。 所以这次活动又被命名为妙相换财520众筹计划。 徐会艺术馆希望能够通过本次展览,吸引观众亲身走进西藏,领略大美西藏自然风光,体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感受藏地文化的无穷魅力。